我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对小组长 这对小组长夫妻 他们在金融业做很好的工作 可是他们自己 其实也去上很多婚服的课程 他们陪伴很多的夫妻 走过他们婚姻当中最艰难的时刻 我想他们也找到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呼召 就是去帮助别人的婚姻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每一个人透过神 直接的给你显现的经历也好 或是你探索你自己也好 但是无论如何 找到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在你的职业上面 也在你的职业之外 能够去影响跟祝福别人的生命 哈佛大学的校长 Drew Frost 他曾经在几年前 他就给了哈佛大学的新生一个挑战 叫The President's Challenge 从校长来的挑战 他每一年他就鼓励这些哈佛大学新生 他说你们进到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你们学到很多很多的专业 那么你们要运用这个专业 不只是为你们将来创造好的工作 或者好的收入 或者好的家庭 就是你们要去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比如说教育上面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各式各样或是食物或农业的问题 我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年他们成立一个叫做 Harvard Innovation Lab iLab 这个创新实验室 那么很多学生 他们从各个科系来的 他们就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解决某些问题 那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领受的 不只是The President's Challenge 我们其实是领受到 Heavenly Father's Challenge 天赋的挑战 天赋的挑战 天赋挑战我们 我们神的众子显现出来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因为受造之物切切地等候 我们显现出来 透过福音的使命去帮助他们 透过文化的使命去帮助他们 对啊 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 跟神呼召我们的方式 其实都是最适合我们的 很多人其实很怕领受呼召 因为我们对神的形象跟样式 有扭曲跟误解 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最不想做的 神就会呼召我去做 我不想去非洲 但我如果进一家来 跟神祷告的时候 祂会说 孩子 我就是要你去非洲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神想象 是想像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要说 其实我们的神 祂是良善的 祂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天父 祂为我们预备的呼召 祂为我们预备的命定 都是我们为我们量身定做 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再继续等 学习去探索 那个呼召已经在你的里面 命定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活出来的 感谢观看